这是一局残忍的生死游戏 拥兵会在手枪里放上一发子弹 接着让两名俘虏轮流朝自己射击 侥幸活下来的人就继续下一轮游戏 面对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 两人的眼神也都变得犹豫起来 可如果再不拿枪射击的话 其中一人就会被拥兵无情的杀害 于是二人都不约而同的抢夺手枪 但还是被指导员抢先一步 为了能让何成光活下去 指导员的眼神也变得坚决起来 只见他毫不犹豫地朝自己连开四枪 但却被一旁的拥兵立马制止 指导员满脸的不甘心 而何成光也不由地捏了一把冷汗 随后拥兵快速将子弹重置 把枪交到了何成光的手里 在拥兵的催促下 何成光的眼神也变得坚决起来 他和指导员的想法一样 都想对方能够活下来 接着便朝自己连续开了四枪 虽然子弹没有出逃 但拥兵却并不打算将子弹重置 而是将枪直接递给了指导员 拿到枪的指导员对准自己的脑 然后缓缓闭上眼睛 子弹依旧没有出逃 也就是说最后一枪必死无疑 但这时的指导员却并不打算复死 而是不紧不慢地将枪递给何成光 何成光听闻有点不明确 而指导员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提醒了他一句 何成光明白了指导员的意思 而接下来他们的行为 将会直接决定所有队员的生死 在指导员的一声令下 何成光迅速开枪放倒一口 随着桌子的掀翻 二人同时对拥兵发起反攻 在二人的完美配合下 屋内的几名拥兵迅速被放倒在地 正脱束缚的何成光立马端枪守住门口 而指导员则把水牢下的队员全部放出来 所有人上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捡起地上的武器开始反击 此刻的他们无比愤怒 在机枪的猛烈扫射下 傭兵们瞬间被放倒一大片 但毕竟对方人多是重 如果等到蝎子回来那下场还是被抓 就在众人思考对策之时 外面却突然传来了另一波枪声 没一会的时间 所有傭兵就全部被射杀 原来是卧底王青山听到枪声赶过来 就当保镖小队继续往前探索时 身后的王青山突然举起手中的枪 随后将他们全部射杀在地 王青山为了保险起见 还不忘对着水里的保镖挨个鼓枪 不愧是卧底了二十年的老油条 做起事来一点痕迹也不留 王青山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怎么会认识他 他是你爸 你爸 随后王青山便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称是警方安插在上明身边的卧底 代号名叫金枪瑜 一听到这话的指导 突然想起了温总的交代 随后指导员下令所有人不得太枪射击 而王青山也讲出了自己的街头暗号 你好金枪瑜同志 你好 确认身份的小队迅速撤出房屋 而王彦斌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他一直以为父亲是个罪子 没想到居然是为忍辱负重二十年的英雄 但现在还不是叙旧的时候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摧毁毒枭上明的老仇 在王青山的带领下 所有特战队员迅速杀到了上明的住处